OK,我們現在把我們的Lockline Evaluation 來做一個另外一個應用 工業上我們常常會看到這樣的東西 這叫什麼? 這叫做Fit 我們講的奇變病 那麼在我們的熱船學裡面 我們的熱船有兩種 有三種 一種叫做附在一起 分子和分子之間的熱船病 我們稱之為conduction 的熱船病 那另外一種呢 第三種是輻射 另外一種呢 就好比現在開的這個電風扇 我在這邊一吹 它就會比較涼快 所以我們的熱船 convection 我的熱船 跟什麼那些成正比 來 假設我現在身體是 35度 差不多 我現在講課比較熱的38度 然後現在吹風 這個風呢是我們的室溫 現在滿熱的 沒有冷氣 30度 所以我在這邊吹手會不會涼快? 因為我們有幾度的溫度差 幾度的溫度差 像我開冷氣 我這裡的風的溫度是25度 所以跟我的身體有幾度溫度差? 18度 對不對? 38度 所以各位 是哪一個情況之下 我的熱船比較多 是個溫差大的沒有? 所以我們得到第一個結論 對流熱船 一定正比於 流體跟物體 要散熱這個物體的溫度差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 我這樣吹我比較冷呢? 還是我這樣躺下來? 比較冷 比較涼快 什麼樣的 為什麼? 我的面積比較大 熱船面積比較大 另外一個什麼東西? 魚 另外一個什麼東西? 魚 請問這個現在轉的這個東西 轉速快 會不會更涼快? 會 我們再用一個腦內實驗 我們現在備用空氣 這房間裡裝滿了水 然後水這樣沖過我 請問用水會不會更涼快? 對吧? 所以顯然跟我們的流體的速度 流體的特質 流體的密度 等等都有關 太複雜了 偉大的科學家又來了 牛頓 就說 我們要把這些因素 都把它看到得太精密 我們就用一個參數代表 我剛剛講的那些因素 稱之為H 熱船係數 所以我用了流體 流體的特質等等等等 都把它塞在這個長柱裡面 這個我們稱之為 這是牛頓冷卻定律 好的 那麼工業上我們希望能夠增加我們的熱船 好比說各位你現在騎摩托車 摩托車那個 你的那個 引擎非常熱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引擎它不要超壞 所以我們希望它能夠盡量散熱 因為引擎那個氣缸裡面大概有個四五百度吧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把那個熱散掉 降低它的表面的溫度 就不會讓我的那個材質會裂荒 各位看看 我們怎麼增加我們的熱船 什麼東西是固定的? 免體 這個是你的氣缸 免體 好 氣缸呢 裡面的溫度是固定 外界呢 外界的空氣溫度是固定 所以這個改得了改不了 改不了 那這個熱船吸數呢 你可以把你的空氣改成水 你可以叫你的那個車子 我的那個看那個 或是我騎塊 騎塊有那個空氣跟他講 那個速度總比要快 熱船吸數 這也不是很 你騎塊的確 你的熱當 你那個氣缸的溫度下降了 可是人可能離天了 所以也是滑過來的 所以這個也不是很容易修改 修改什麼? 面積 面積 各位看到了嗎? 我本來的氣缸 它長的樣子是這樣子 這虛線已經掉了很大 這是整個 它是熱船的面積 我現在這個虛線的地方呢 我把它變成了剛才的內容 請問剛才那一小塊的熱船面積 現在變成幾塊的熱船面積了? 我算給你聽吧 這一塊 下面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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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五 多了五片的面積 然後這個越長的話 面積越大 就是增加了這個 所以 我們這種散熱騎片 它的用意就是 增加我的熱船面積 所以你們氣缸的 它的那個 你們仔細看是這樣子 這個呢 一圈一圈的 突出來的 叫做騎片 FIN 好的 那我們就用這個FIN來做我們的 Lacroix equation的一個 一個 這個例子來看 解我們的偏尾分方成形 那假設 我眼睛往這裡看 我看到的是這個 X Y 然後呢 它的厚度 假設是 0到 A A 然後呢 我們一般在做 一定的分析的時候 對一種 有限的 它的這個 這個求解比較困難 我們做一個 比較無理頭的 比較理想化 假設這個FIN無窮長 意思就是 它這裡是到 無窮長 所以呢 它的區間 兩度空間 它的區間就是 0小於等於X 下於等於A 0小於等於Y 小於無窮長 然後它的兩度空間的 這個分度分部 還是一樣 U X U I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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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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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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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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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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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其次方程式的便利條件 可以解 诶 這明明是有十個便利條件 請問另外一個在哪裡 我們為什麼要假設我的fins無窮大 我就是要利用它的這個便利條件 無窮遠這個便利條件 而這個條件呢 往往是我們在解數學的時候 最好用的一個 因為我這邊y不管區境多少 它的溫度應該怎麼樣 溫度應該怎麼樣 有限值的 不可能變大 變無窮大 對不對 好的 所以呢 這第四個便利條件它無窮遠 我們就寫 U 任何的位置X 去均於無窮大的時候怎麼樣 有限 多少不知道 但是它絕對不會變成無窮大 好的 所以我們也是一樣 U XY U RX RY 好 我們來試試看 戴進去 一樣的結果 哦 又來了 又來了 來 用我們的技巧 你要測試 來 第一個問題 你要測試哪個方向的 哪一個方程式 來 舉手 Y方向 答錯 然後下面 廢話 為什麼 這兩邊都是屬於什麼條件 什麼什麼邊境條件 其次邊境 不是零 但是它可以變為零 零可以假設是零 所以這兩邊是其次邊境條件 所以你要看什麼方向的方程式 X Y比較多 那麼 X的方程式 可不可能是指數函數 它這邊要滿足20 這邊要滿足50 我們舉一個最特例好了 都用零好了 可不可能指數函數這裡也滿足0 這裡也滿足0 假設我的X這個函數 是等於C1X 對不起 1的tap x 11-1的tap x 這指數函數又來了 可不可能在0這地方滿足是0 在A這地方又滿足是0 可不可能 impossible 因為這兩個函數是互為線性獨立 這加起來等於0的話 C1跟C2都得是0 沒有意義 所以可不可以是指數函數的解 不行 那什麼樣情況會指數函數 負值還是正值 正值 正值才會變成這個指數函數 所以可不可以取正 不可以 必須要取什麼 取負 所以X的函數 就不會變成為指數函數 所以這個解是什麼 上映出上映 上映出上映 然後呢 將 將得到的兩組結是這樣 同樣的做法 我們分別把它固出來 而且分別 知道它的叉叉 等於0跟不等於一起 所以 X 等於 A X 加 B 不等於0 然後不等於0的話 就是 大於0 就是 C Psin B Psin 然後Y呢 等於0的話 就是 K B C D G F 然後不等於0的時候 就是 DF GH OK A 這個地方 我要用 同當用的Cosh Sange 或者是我要用 E的 Key E的 Key 這兩部解釋是一樣的 君王用哪一組 你覺得你要用哪一組 這個還是這個 這個在Y等於0的時候 這是等於1 1 這是0 所以 它還是具有剛才我們那個優點 所以 那這個也不會太難 0的話就是 7加H等於1 對不對 那我自己個人還是比較喜歡 這個 好的 所以 這是Casal 我的意義 好的 所以它的解呢 就把它加起來 整個乘起來 加0 好 A X R V V Y F A C C Sine D Sine D Sine G Cosh H Sine OK 接下來就是用我們的邊編條件 各位覺得我要用哪一個邊編條件 各位覺得我要用哪一個邊編條件 先用哪一個 可不可以讓我們稍微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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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回覆人來的 exponential 凡 來快點 來快點 By the same token G跟H都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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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吧 我現在捨棄我的Cosh和Sine 我要回覆到我們之前的 exponential凡數 請問它有什麼 方便計算 方便計算 為什麼方便計算 加油 哪裡方便 哪裡方便 好 我現在 第一個舉手的 為什麼 G是不是要等於0 來 第一個舉手 為什麼 為什麼 蛤 位置數變少 對啊 我就是要把位置數變少 求出來 還是為什麼G 這個優點是 可以馬上把G變為0 是 我們 怎麼 這 為什麼 可以 可以 不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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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給各位提示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很奇怪的邊境條件 叫吳瓊遠 因為吳瓊遠的話就爆掉了 吳瓊遠的話這個就爆掉了 所以一定要怎麼樣 你得到今年的大額頭 我看看你是平常考學的 你雅筑蠻認真的話哪有求的 老師你有過俏課什麼的 我們就再考討論幾號 47 47 我們瞧瞧 我們同學看看你能不能拿到我的大額頭 理性側 對吧 沒俏過課 對吧 沒俏過課 有沒有下課課 有 有齁 但是我的話還是講 OK 我給你保證八十分起跳 可以吧 八十分起跳可以吧 但是你期末考來考 你期末考加沒有考的比你期中考多的話 我恢復原狀 OK OK 你期末知道的話 你一定要考過你的期中考 那期中考的話分你自己知道 OK 所以沒有考過期中考一切恢復原狀 但是考過的話至少八十分請要 好不好 我沒有辦法給你九十九 因為你有俏過 好的 所以各位知道 你不知道為什麼 我又回復過我當初的 我最后这个地方Y区区无重大 我的这个Y有限 可是这一项会让我无限 最强迫我的积累力 所以是不是简单 这变得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可以来稍微做一点 好的 所以这个所以说我们把它变成为CDFGHIJ 少一个变数 好的 我们现在带这个20 所以U的0 所有X都定为0 我们试着看 0 然后X0这个连到上 1 这个0等到 0 再上 3 对不起 对不起我刚刚已经抛弃你了 1 大概是1 1 好的 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 首先这是一个函数 这是一个长数 5 然后加起来会比较20 5颗0 5 没有 所以这一项一定要怎么样 可以等于0 这一项怎么样 0 0 I这边没有了 好的还没结束啊 那这些通通加起来 乘加等于多少 20 好的 这个 大家看有没有可能是20 除非怎么样 这一项跟Y有没有关 有啊 所以Y改变 这个字就改变了 所以可不可能变20 不可能 强迫我的1 要怎么样 1没有5 然后得到什么 B乘加F 等于多少 20啊 那这个你看看 我们现在有BF 多一个 不要用那么多可以吧 我把这F乘进去 还叫它A跟B 所以这个F乘 还是 所以哪个字 这个 乘进去 多少 所以B是等于多少 20 看得到吧 所以B是多少 20 好的 我们再看第二个边境条件 这边是50 U的A Y 比50 所有X 变成为A 所以A乘上A 加上20 然后再加上J 乘上Sine Ka 乘上B的Fu Ka 1 来 又来了啊 这个是一个函数 它这是常数 它这也是常数 这两个常数 一定要等于多少 0 好 非常好 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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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上Sine Ka 要等于0 谢其成告诉我 一定要谁是0 J J要等于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猜猜看 因为J是0的话 它这就活了 就没有这个函数了 就跟YK有关系了 再给你一次哪一个 Sine KbA Sine KbA 要怎么样 等于0 答得太棒 G 谢其成 加二十分 要 不高兴 没有 Sine KbA 所以KbA 所以KbA 等于M' OK 所以KbA 等于M' 等于M' OK 等于M' 所以KbA 等于M' OK 好 解决了一个 所以 所有的KbA 都知道 它叫做KbA N KbA 就是M' 等于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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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不要忘了 还有这个东西 A 是一个常数 固定的 这个A 是一个变数 不知道 然后加上20等于50 所以这两个箱 比例是多少 30 30 所以A是多少 大A是多少 A分之V 30 所以当你X 是给A的时候 30加20 50 好的 好的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呢 对不起 我们就不是 是 所以要用 summension 而且这个J 變成JN 好了 我们最后一个挑战就是 要把JN求出来 我们剩下最后一个位置系数了 位置 在哪里 在我们的底部 所以这里 我们知道这里是F 然后我的U 任意的X Y是0 所以把我们的Y 都称为0 带进去 这跟这个没有关 Y Y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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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解释 以外 再加一个20 请问这张方针 是我在做什么事情 这张方针 是我在做什么事情 大声 做一叶 把什么什么东西做 什么什么的 F F F 做 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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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有这一套 做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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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一些手續我把F減掉這一項 是不是等於這一項 可以吧 然後通通這個東西讓我稱為大F 可以吧 來 第一個舉手 再一次再一次 上學區 上學區我們的同學 來忘記你叫什麼 秋叔 秋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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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现在要把什么东西做什么东西 有一个运算 是你吗 我是他耶 他呀 可不可以 把大F怎么样 首先这个函数有没有周期 假设有没有周期 有 他周期是多大 2A 然后把这个函数做 七函数展开还是偶函数展开 这也大得太好了 可以吧 弥补上学期吧 可以 同学几号 邱易亭是吧 对吧 下一个是你 所以我的F 我的位置系数是J 来 周期是A A分之2 2小的2 七分从0到A就好 然后我这边大F 所以我只要知道我的F是多少 我就可以把这个积分记出来 假设我这边保持100度 又来了 所以是200 然后可以把这个积分记得住了 然后这是Nπ A Sine 又变成 跟刚才答案就很像了 又变成负的Sine A A XX XX 0到A 所以这个是点余 1 减去 和上Nπ 它这个有点余 不是吧 2 0 1 3 所以这个就是 等于 200 A A Nπ 乘上 2 1 3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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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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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挺討厭的 好吧 這就是八十方 八十一帥 另外像是x乘上這個 又是什麼算法 七分分子 可不可以算 可以 對不起 不是那個大F是100 只是小F是100 剛才是這個 這個小F是100 OK 這個 我們那個考試的時候 大概就考到這裡 然後我們的第三種的 第二種的那個編維分方程屬於 叫做這個雙體線 一般而言就是波動方程式 那波動方程式對我們的企業系 沒有像電機器那麼重要 所以我留到最後一節跟各位提 但是考試的地方只考到這裡 可以哈 好吧 我們先到這裡